Hello 大家好 我是Celsior 非常高兴又在这边跟大家聊聊天 今天我们延续上一次的话题 继续来跟各位聊聊 台南大同路上面有趣的汽车故事 好的 大同路这条路呢 这个长度相当的长了 我们此前呢也花了好几些时间 跟大家聊大同路上面有没有有趣的故事 那我们其实不只是它上面有趣的故事多 它上面跟汽车有关的事情也是很多的 所以我们上一次只跟各位讲了大同路最南端的部分的故事 我们今天继续来跟各位聊聊大同路上面 当年还有现在有什么有趣的汽车故事 在我们上一次最后一段是跟各位聊到 这条路上面曾经有一个在卖安化黑茶的汽车主题的餐厅 很可惜的是我一直没有机会踏进去里面吃吃看 听说这个料理做的还蛮好吃的 那现在各位在我们节目录制当下在2023年的年初 它是在做重型摩托车 Square Run 我不会念了 那个很奇怪的一个名称 重型摩托车我也不懂 那么它此前是我们刚刚讲的是在做汽车主题餐厅 那在更早之前呢 它是一个跟汽车代理商有关的东西 我们在上次节目跟各位讲 大同路街路这么长 沿途都跟汽车有些沾到边的一些商家不少 但是呢它就是没有新车展示间 过往有 上次我们介绍过过往曾经有这个中华宾士 Mercedes-Benz 还有Skoda 那还有一个地方呢 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地方 这地方呢 它不是汽车展示间 它以前呢叫什么 叫做侯氏汽车维修厂 你说侯氏汽车 What's that 那你会有这个疑问呢 表示你不是老台南人 这个呢就要讲到台南当年的汽车经销的故事 其实呢你现在在台南你看呢 这个福特的经销商叫什么 叫瑞特汽车 瑞特汽车的之前呢 台南有三间福特汽车 其实严格加起来有四间了 在以前的台南市呢 曾经有三强鼎力啊 哪三间呢 这个莱福 品福 跟侯氏这三间 没错 这边呢 以前就是侯氏福特的维修厂 就是这个我们姓氏的这个侯了 那在更早之前呢 台南最早最早就是 你说早年福特是原装进口的年代 那时候代理商叫警茂啦 警茂那个年代在台南的经销商叫什么名字 我还真不知道 后来福特六合成立 那么开始在台湾生产了福特汽车之后 最早我们现在追溯得到 最早台南的经销商叫黄氏汽车 就是这个顾名思义这个是黄家他们开的 黄氏汽车当时的展示间在哪里 我也还要再查一查 那么这个后来黄氏好像经营不善 那就分裂出来了 那就变成我们刚刚讲的来福品福 那后来又出现一个叫侯氏汽车 那同一个地方呢 有三个不同的经销体系 所以我们早年在台南要买福特呢 很简单就三家来比价嘛 对不对 来福这台车子卖多少钱 品福卖多少钱 那侯氏卖多少钱 大家比的不亦乐乎啊 讲到这边如果你觉得很奇怪的话呢 那证明你真的是有底子的 那各位听到这个 这个有什么好奇怪的 比价很正常啊 我们现在买车也不是货比N家不吃亏吗 其实各位要了解 根据台湾早年的规定 你买车 你必须要在你的户籍地领牌 也就是说早年你不会听到说 哎呀 我在台南问到这个价格 我在去隔壁的嘉义 在隔壁的高雄问价格 我告诉你不可能 因为以前啊 你要领牌 一定要是你户籍所在地的车厂出车 那么到了那个监理站领牌才行 这个制度呢我一直到 我记得一直到大概1994年95年才改成说 你可以在全程领牌 比方说像我的户籍在台南 我高兴老子我在台北买车 我觉得台北最便宜 那我可以在台北领个台北市的车牌 然后开回来台南 以前是不行的 甚至以前呢 你在比方说我的户籍在台南 好 那我领的车牌上面写的是台湾省 现在当然没有这个地区的标示了 以前是台湾省 那你要验车 你定期检验车 你只能在台湾省的这个代验厂 或是监理站那边验车 你不能跑去台北市或是高雄市验车 反过来也是一样 如果你的车牌是在台北市领的 对不起 你定期检验只能回去台北市验车 你不能在台北 不能在台湾省 或者是高雄市的辖区里面去验车 早年的规定是这样 可是呢 偏偏台南的福特经销商这么多间 又有三个不同的体系 品福 莱福 跟瑞特 所以不是瑞特 那个猴市 瑞特是后来出来 所以我们当时在台南呢 要买车 哎呀 这个买福特来比价 比的真是有够开心 也就是说呢 这三间经销商 他也乐得你来比价 为什么 你比价表示什么 你会来考虑我们的车子 所以经销商价格大战 那个时候在台南 你基本上看到所有的福特 他后面一定会贴 我是哪间出来 品福汽车 莱福汽车 跟猴市汽车 那么有时候呢 你在这个道路上面 有些墙面就会看到 买福特来品福 买福特找猴市 这个非常的热闹 但是相对的 这种价格战打下去呢 虽然你把量给冲起来 不过相对的 你的毛利就开始下降了 所以呢 我记得大概在2000年左右 这三间开始都玩不下去了 那么福特六合总公司呢 就派人来整顿 后来就成立了瑞特汽车 那我记得啦 当时成立瑞特汽车之后呢 猴市没有加入 好像莱福也没有加入 所以他们原本的展示间呢 就改成了是福特的保养场 继续来抢工这个市场 毕竟嘛 我们都知道 卖新车不赚钱嘛 修车才赚钱嘛 是不是 尤其那个时候呢 台湾的福特 又从日系福特转成欧系福特了 我记得品福来福 猴市 那个时候应该已经转成日本福特了 就是他们那个时候 有没有卖过跑天下千里马这些车子 我不是非常的确定 但是呢 至少他们那个时候都是经历过 日系福特 马自达323 626 就是所谓的福特全力打 天王星的黄金岁月 那那个时候福特的品质 坦白讲不错了 转成欧系福特 开始卖Mondale 开始卖Focus之后 这个后台的毛利又开始出现了 所以那个时候 猴市呢 跟品福他们原本的展示间呢 就改成维修厂 那猴市本来的微商 就在我们讲的大同屋这个地方了 一开始生意还不错 当然随着慢慢的瑞特把整个经销体系给弄好了之后呢 其实猴市的这个生意就开始 我这样看了 保养厂就越来越空了 那有一段时间后来干脆就收起来 那我记得他租出去好像有段时间在卖水族用品 好像是鱼中鱼这个系统了 在卖一些这个鱼类的鱼缸啊虾缸啊什么的 那后来呢 才转成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汽车主题餐厅 那现在是坐重型摩托车 所以呢这个地方曾经也跟代理商有点关联 不过要讲到故事性呢 嘿嘿 在这个以前的猴市 就是现在卖重鸡的旁边这边呢 这个故事才多了 再往前去一点 现在你看到旁边 旁边好像是一个很普通的汽车材料行 还是修车厂 现在你去看那外观就是一个白色建筑 大概一楼平房这样子而已 这个地方以前在台南玩车界改装界非常有名啊 这地方叫什么 叫华泰车业 如果各位你没有听过华泰车业的话呢 表示你可能玩车的程度还不是很深入 你如果在十几二十年前在台南玩车 你一定听过华泰这个名号 华泰这个名称呢 是由两个这个合伙人 名字各取一个名称 成立的一间车行 他当年在台南呢 这个非常的有名气啊 他改装车参加比赛战果不错 但是更重要是什么 他领先业界 弄了一些奇奇怪怪的车子进来啊 这个最有名的就是什么 所谓的华泰政见之宝 R33 Sky Knight GTR 不要回你上的R33 东夷战程 GTR 这个车子呢 我当时我还是读高中的时候 我有踩着脚踏车亲自去里面看过摸过 还坐进去过 那个时候还是右驾的 关于这台R33 GTR的来历啊 这个在老一辈台南的车友当中呢 哎呀是这个众说纷纭啊 最早听说是台南在永康那边一个卖羊肉的 他去买的 但是也不知道他是不是第一手了 那后来呢又转到这个华泰汽车 变成他们的正殿之宝 甚至我们早年啊 这个台南那个时候 大家闲来无事嘛 那个时候还没有周休二日 那时候我记得还是实施隔周休二日 甚至还隔周休二日之前呢 在礼拜六晚上 就大家放松的时候嘛 我们都会群聚在这个黄金海岸 台17线这边 哎晚上这边标车啊 那华泰呢 每次出去 哎大家都很期待 是不是这个GTR会出来啊 但是我很可惜啊 我当年在看这些标车活动的时候 啊先跟各位讲啊 这个标车有害身心健康啊 我们要这个讲一下警语啊 大家开车要遵守法规啊 不要违规 那么当年我在看这些活动的时候呢 我们都很期待可以看到R33 GTR 可是我去那边 哎就总是跟这台GTR查身而过 没想到有一次呢 我放学的时候 穿着学校制服呢 踩脚车过去 哎他的GTR就放在门口 然后旁边呢 还放一台Supra 这个JZ A80的Supra 不好意思 两台车都是右驾了 我记得很清楚啊 那次我这样子穿着制服 傻傻这样走进去 哎他们也是客客气气的 服务非常的好 然后在我机器里面看 全部都是右驾车 没有一台是左驾的啊 我看的 我记得很清楚 我那时候一进去呢 右左边有一台Impreza 那个Impreza呢 是已经改成源头灯的 就是不是GC啊 已经到GD世代的Impreza 五门的WRX 是右驾的 再往前去呢 有看到这个GC的Impreza 右驾的 然后左手边呢 放了一台EVO7 右驾的 反正里面全部 你基本上看不到左驾车 全部都是右驾的啊 都是从日本来的外汇车 那各种改装品 应有尽有啊 据说啦 听老一辈的讲 据说以前它里面 还有中级的Impreza 当然这个中级 不是所谓的Medium Class 是Ultimate 最顶级的Impreza 各位想到什么车吗 没错就是22V 据说啦 华泰这边曾经有弄过好几台22V 我是没有亲眼看到 但是我的确在里面有看过22V的零件 22V的车头 22V的旅权都有看过 那次进去真是让我大开眼界 这是一宝眼福啊 而且呢 那个时候老板还跟我讲 小兄弟啊 喜欢日本车 我超喜欢啊 以后呢 你出社会有钱了 想要买什么日本车 跟我们讲 我们都有办法帮你完成你的梦想 而且呢 这个价格很合理很实惠 甚至他那时候还跟我讲 如果你喜欢这台GTR也可以买 我们也可以卖 而且他爆出了一个让我很难以抗拒的价格 那当然那个时候穷学生嘛 只能做做梦而已 哇 这个那次去的让我魂牵梦赢啊 所以之后我有经过这边呢 我都会对华台这个里里外卖多看个两眼 我记得后来我上大学之后 还有一次我跟我同学一起过去 还看到一台非常稀有的车子 是什么呢 圆灯的GD 就是第二代的Impreza的WRX STI 这个车非常非常稀有 各位你回想一下 你在台湾看到的GD前期 GDA 前期的Impreza都是WRX 因为那个时候的代理商 那时候大庆汽车已经宣布倒闭了 已经不完了 所以本来有传出说GD要在台湾进行生产 取代GC 那时候大家还是在那边敲碗 就没想到大庆好像是因为外销的关系 这个利润不佳 所以后来结束营业 所以有一阵子台湾的SUBARU代理权 这个经销权是真空的状态 后来呢 原厂直营成立SOT SUBARU of Taiwan 那时候进的GD 只有WRX 没有WRX STI 因为WRX STI 在台湾的认证来讲比较难弄 而且那个时候 因为台湾的日制车才刚开放进口 那个配额还是有限的 那SOT它的配额很少 所以他觉得说 我不需要把配额浪费在这种车子上面 可是呢 那时候我记得有一个水货商 有个贸易商 它进的是欧规的 WRX STI 好像前后只有六台 我那时候在华台门口 我看到其中一台 我吓一跳 哇塞 我本来以为是 是不是普通版的WRX去改了 不是 它是正的STI 哇那时候吓死了 那还是配这个经典的 Five-Five-Five的赛车篮 让我在魂牵梦赢 那之后我就没有什么机会去华台 走进去里面看了 因为后来华台发生了某些事情 我相信玩车的应该都知道 所以华台也慢慢的就是改回原本的改装店 就是一般的 比方说你开Civic 开Lancer 什么这些改装车 它就比较没有这些奇奇怪怪的右驾车 之后呢 华台又是十几年大概太结束 营业大概十几年了嘛 不是结束还是搬走 这个我就不太清楚 因为小弟我不是玩改装车的 所以如果各位车友 如果你知道这方面的情报呢 也可以提供我们这方面有趣的八卦 这个华台其实在我学生时代 伴随我成长的记忆 让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尤其它那台R33 我记得是我坐进去那台 右驾的R33跟右驾的Super 真是让我到现在都对里面的内装的印象 非常非常深刻 这是我们当年魂牵梦鱼的梦中情车 好的 其实当年大同路不只是华台 你在往前 左边右边 现在可能都是一些修车厂 或是汽车相关的行业 以前几乎都是像华台这样子的改装车厂 然后我记得铁门一打开 里面基本上你看不到左驾车 都是右驾车 什么Mark II Tracer Crysta Silica 什么的我都看过 那我最有印象的是 再往前去 下一个路口 那边有个平交道 那个路口 那边是平交道 对那边有个平交道 然后那个路口曾经有间中午车厂 现在你去看还是这间中午车厂 以前多厉害了 以前他在中午车厂 我们当然就是车要摆出来门口 他直接把右驾车摆在店门口 我记得非常清楚 那时候是最后一代的MR2 就所谓的MRS 刚推出来的时候 那时候是最后一代 他只有敞篷 1.8敞篷 他直接把右驾的车 直接摆在路边 然后他是一台宝兰社 当时MRS的主打社 就直接摆在那边 我还进去里面给他看个两眼 哇天哪 直接右驾车 他说对啊 这可以买 你喜欢的话就可以买 这基本上类似全新车 就是跑的公里数没有很多 那我记得我还在里面看过 更厉害是 我还看过一台黄色的 宝石捷550A Spider 应该是550 应该不是356 当然他不是正的550 正的550 又吓死了 我是没印象台湾有正的550 台湾当年曾经有正的Poche 356 在现在也不知道去哪里 那台湾有好几台 仿制的550Reply Car 其中有一台就在这间店 我曾经有看过 小小一台 那个时候我正好在玩 那个美商艺店 Electronica Arts推出了Need for Speed 5 宝石的荣耀 Poche好像叫Unleashed 英文不是很好 那时候正好我有开到550A Spider 那又看到这个实车 哇塞 从游戏里面 从电脑里面 走出来真实的场景 让我吓一跳 这间车行呢 它卖了很多奇奇怪怪的车子 当然你现在去看 我记得它现在 因为这种市场也很小了 我记得有一段时间 这间车行全部在卖Impreza 从里到外 全部都是GC Impreza 各种各种事项的自然进气的涡轮的大改的 什么通通都有 当然了 这间车行早就已经一组不到几次了 现在你去看 这边还是个中午车行 但它卖这些普通的这些 一般的家庭用车 一般的进口车 就没有像以前这么的辉煌 毕竟这种市场也是萎缩的相当的快 好的 我们今天因为实践因素呢 跟大家简单的聊聊 当年大同路这些有趣的诱驾车 当然大同路的汽车故事远不止这些 还有很多精彩有意思的故事呢 我们今天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就留在下一集继续跟大家聊聊 大同路的汽车故事 希望大家不要错过了 以上非常感谢各位收听 也希望大家去支持我们其他精彩的节目 我是肖子尔 我们下午再聊 拜拜